企业新春开工 台湾制造业也传出了佳音 中金院今天公布 1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来到了54.1 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的状态 开工大吉 企业团败 祈求好彩头 制造业应该会笑得特别开心 中华经济研究院 6号公布今年1月的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受惠春节效应 指数持续上扬 来到54.1 是这几个月来的新高点 春节的备料 以及说对未来比较正向的看法 所以所造成这个存货指数的 明显上升 是造成这一次PMI 维护上扬的主要因素 受访企业看好景气 包含新增订单 产品数量 雇用员工 存货甚至交货时间都有提升 企业的实际反应 跟政府乐观看待GDP表现 似乎不谋而合 不过从PMI指数的长期走势来看 2013年3月冲上高点62.4 之后下滑 近期虽然回升 但脚步缓慢 显示台湾的经济前景 并不是没有隐忧 指数持续的攀扬 这个是我们很乐意看到 但是是不是说 景气就毫无疑虑呢 这个我们想进一步观察 才能确定 尽管如此 不过欧美景气复苏明显 大环境带动下 中金院认为 至少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保三会比去年有希望 国泰台大产学合作计划团队 也认为经济景气 趋于稳定的态势 会更明显 甚至预估 主地总处在2月18号 应该会上调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 有可能会突破3% 有点TV五元旭罗正辉 台北报导